大家好,我是混水,欢迎留言分享,comment,like,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 还有一些经济学的知识的话,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30万的免息分期个人理财信用卡裁技已经成为了过去 最新是已经可以去到52万或以上的超级裁技 除了可以立即帮大家免息分期,可以拿到这52万的流动资金之外 也都有其中的15万是可以好像永续机那样择住数,不需要立即去找数 这种的52万财技是在现在经济更加困难 甚至乎河洞潮发生的势度是可以帮助到更多人去度过经济难关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更加多 我亦都开通了Payme的点唱和打赏服务 亦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最近越来越多读者走来问我怎样看香港的经济,又或者香港的楼价 或者未来的股价,恒生指数到底怎样看呢 以前我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都很喜欢拿一些证据出来 拿一些数字出来 那这些都是以前一般分析员都会有的训练 就是以数据数字去说服人 但是数字数据呢,如果你再有多一点社会科学的训练呢 你就会知道其实都挺大可以被操控的空间 就是通常你可能是先有结论 在后来堆砌一些原因去支持你那个结论 譬如你看到那一堆楼市啦啦队 又或者是推楼市,不断吹楼市吹得很厉害的那一班人 他们都是有一个这样的倾向的 就是减息了 那减息就会说到楼市是会有一个绝处逢生的契机啦 但是前例就是,到底是否真的减呢 这一刻都不知道的 但是他们就很惯性,将那个期望吹大100倍 那这些呢就是,例如你用了减息那个 可能现在就说减0.5嘛 那0.5,接着之后你又吹得很大 其实你是可以无限去演绎的 所以数字上面呢,有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被操控的 那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数字都会有滞后 你看到的那个数据呢 它可能是一季之前的数据 那如果你要真的看回最新的数字的话呢 当然我们都没有一个很好的capacity资源 去做这么大型的统计啦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日常观察 去看得到就是到底现在香港的市况 香港的经济环境到底是怎样的嘛 所以那是为何我的朋友欺比 他去拍那些死场 是可以拍得这么成功 又或者这么高点击率呢 就是因为一来就是有很多人移民了 他们都可能要透过欺比 去跟我们做一个街拍 然后等他们可以了解多些香港现在发生的事情啦 第二呢就是有一些的死场呢 其实你和我都不会经常去的嘛 就是可能生卡丝吊脚的地方 那么没有什么特别原因 我们也不会特别去啦 那所以他又去了的话呢 又变相可以令到大家呢 对于那个日常生活的观察呢 有更加多一些的资讯啦 也都可以帮助到你去做判断啦 那但是我们未必需要好像欺比那样的 因为欺比它是一份youtuber的工作的一部分 那但是我们日常生活的 衣食住行就是这四个范畴 你透过日常的观察呢 你大致上都会看得到 就是到底楼应不应该买 经济是不是那么差 或者到底哪一些的行业是特别好 吉普多不多 这些全部呢 我们都可以透过肉眼去观察得到的 那这些东西也都令我想起呢 就是将五常有一条片呢 就经常被人拿出来笑的嘛 那我就接受一个记者的访问 应该是内地的一个记者访问 那但是那个人是什么人 我都不重视呢 也都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说 啊 我很熟的 那些什么提子啊 那些什么农夫 那些我最熟了的 就是我天天看着我 没有人救我熟 那一段东西就经常就会被人觉得 好像一个瘋子在那里发疯了 但是其实呢 他的那个演绎当然是会差的 文字上面呢 其实他经常都有强调一个观念就是 有很多统计的数字呢 他未必信得这么足的 他信肉眼的那个观察 那但是呢 经过媒体去访问他的时候呢 就好像变成了一个 瘋子老呢 在那里胡说八道 但是呢 其实他本身这句胡说八道的字句背后呢 都有他的那个逻辑的 都有他的那个理念就是 他是相信呢 你既然在那个地方生活的话 你走进去那个生活的环境里面 你去尝试去逛街 看多点 探索多点 了解多点 其实你得出来的那个结论呢 是未必差过一些冷冰冰的数字 呈现出来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呢 很简单的 回归回一些读者会问我的问题就是 我给你多少数字呢 你信就信 不信就不信 信者行信 不信者行不信 最好就是你自己就去看了 那你觉得现在的楼核不是值得去买呢 那你觉得现在的股票是否值得去买呢 那经济是不是真的欣欣向荣呢 高材有没有真的令到整个经济是谷底反弹呢 你心里面都已经有数了 你心里面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判断的了 那我们今天呢 都继续找一些的新鲜滚热的话题去和大家去讲一讲 那这一段时间呢 比较多人说的就是一些银行和金融上面的信贷的一些风险 那最新呢 就有一个都挺震撼的消息 都挺值得和大家去讲的 就话说呢 现在银主板的存量呢 就344单就创了17年的新高 总值呢就超过35亿四成就是财势盘来的 那就是打破了金融海啸的记录了 那现在银主板就越来越多了 其实银主板呢 银主板呢 间中都会有一些的新闻呢 你是见到的 譬如很不幸的 就是赵凯珠的先生 那他贝沙湾的那个盘就变成了银主板 因为他是明日 又或者曾经的主播 所以呢 一些这样的新闻动向呢 都是被媒体捕捉得到 那大家都知道 原来也有一个挺艰难的时候 就是赵岳珠和他先生是发生了的 但大家都是透过媒体会见得到 那波叔那些就不用说了 经常就是有很多盘就变成了银主板 给接管等等 那但是到底有多少银主板呢 其实现在呢 就真的有一个数字就告诉你 就根据中原地产的最新数字显示 就是本港的银主板就连升了三个月 八个月就增加到344间 打破了2008年的海啸记录 创近17年的新高 总值就超过35亿元 那当中四成的货就是来自财仔的 也涉及多次加按 然后按爆了的财仔盘 那正常一般人呢 你如果可以借到钱的话 你也是偏向向银行借钱先的 因为银行就是 審批来说 财仔相对地是二审批的 因为银行呢 就有很多他们的 internal compliance 财仔呢 有时候真的 你可以有一些特殊的通道 譬如你认识老板 老板say yes 那基本上呢 就say yes 然后呢 后面那些credit analysis 都是为了满足那些 什么反洗黑钱条例 然后你事后再补回 都没问题的 反正那些文件呢 都挺standardized的 很标准化的 全部都是可以事后做出来的 那财仔的审批呢 理论上就容易一些的 因为行就行 不行就食肤行的 但是银行呢 就会比较 现在这个状况呢 就摇摆不定些 所以呢 为什么余伟文和三大 发钞银行的CEO 就四大金刚 一起开了个会 就说我们会把那个 按揭的审批呢 就两个星期组成的 那的而且确 两个星期呢 其实那个的承诺呢 就是多多少少在边际上面 都会帮助到一点点的 就是因为银行的审批 有时候它都会想很多东西的嘛 那它未必这么快 审批给你的嘛 那所以如果有一个服务承诺 是两个星期的话呢 都是会好一点的 那但是没有这个服务承诺之前呢 就的而且确是可以很卡的 那譬如有时候 你看回那些大陆的买家 那它们都会上网吐苦水 那就是突然之间我买完层楼 你要立即我交完文件上去 又要取着我去做mortgage 那时间不够了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状况 就是银行那个决定时间的主导权很大 就是它可能催你交文件 就催得很急 但是批入批得很慢 那但是就是到底这个 是不是解释到楼市跌的那个主因呢 它是某部分的湿湿升升的原因来的 但是就一定不是主因了 那所以呢理论上呢 就是如果你可以一般人 你问到银行借的话 你也是偏向问银行借的 因为银行的terms呢 通常都是会好一点的 是纯粹审批有时候有点滴滴的 那但是未必个个人都过到银行的那个 那个审批要求的嘛 那通常你买一个上车本银行的 那个要求就是你要有固定的收入 又或者你最好是本地居民 现在都说到出面的 就是如果你是非本地居民的话 其实它都不是很想借钱给你的 也都不是很想做你的那个贷款 因为都是怕你托了水龙 接着之后又消失了 接着追你送又追不到 但是如果你是香港本地居民的话 理论上是容易追得到的 那还有也都看一下你的职业 如果你是专业人士的 稳定收入的 当然就是看高级线 但是公务员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譬如 可能你是做一些自由身工作者的 又或者你本身的收入 不是那么稳定的时候 那个审批也都会再差点 那当然也都看回物业的选择 那变相呢 就是财仔的弹性是高一点的 那但是现在财仔呢 都告诉你 就是 其实有很多的盘呢 都是奸看了 之后 也都是慢慢都搞不定 那现在这个新闻呢 其实都有几多的 implications呢 是反映了出来的 那就本身楼市是有一堆供应 在这里 银主盘也都有一堆供应 在这里 那还有银主盘呢 本身你如果按了很多次的时候 你那个盘那些契 可能都有一些魔鬼在世 就是你不知道 那个权是去了哪个地方 就是以前有些案 是按十几案的嘛 那到最后呢 哪一个才是真正可以 接本到这个物业呢 又或者去到某些位呢 债仔就会发恶的嘛 那他可能 喂 我的物业是不是都给你收的 我弄坏了所有的物业的设施 接着到最后 你真的买了个盘回来 收拾都有一段时间来收拾 又或者很多租霸 发箱里的时候 你要破坏一间屋 弄髒它 你是有一亿种方法的嘛 那所以去到之后 你再看回呢 这些银主盘呢 其实 也很难在市场上 那么容易被接受 除非你开得很低价 但是如果你的价格都太低的话呢 也都会再更进一步呢 令到那个物业的估值 或者整个周边 同类型的物业估值呢 就一起被你去压低了 那还有也都 带环境去再讲多一点点 银行是面对抗拦潮 那然后被银行抗拦的那一帮人 他可以找余偉文 找金管局 找软国行去申冤嘛 那但是 财仔呢 其实他理论上不是很关金管局事的 财仔是警察管的 那当然财仔有些 关金管局事的地方 就是因为都要做好的 那些KYC AML 就是不要违反 黑钱条例 那但是随此之外 你财仔你借多少钱 你借到怎么呢 没什么太 一个中央的机构是可以决定得到的 那如果那间财仔是上市公司的话 那当然上市公司 他也有一些要求 就是不可以太大额 太大额的话 可能他也要开股东会审批 那但随此之外 其实没有一个很中央的机构 是管财仔现在是什么状况 所以财仔的黑洞 是有机会比想象中大 那还有财仔呢 就 雖然他的体量就没有银行那么大 爆一间银行 就真的会酝酿金融风险的 你爆一间财仔 是未必酝酿到一个系统性的风险的 但是如果这个是一个一般性的现象 不是就这样一两个财仔爆煲 是一堆财仔都去爆煲的话 那就真的有机会是变成了 十几年前很喜欢讲的影子银行危机 那这个就是影子银行的一个金融风险 就是由楼市有机会会出价的 还有一部分 当然就是跟百分百财款似 不是百分百财款是用财仔借的 是因为那些百分百财款骗徒 除了借百分百财款之外 他本人的财仔都会向财仔借爆了 财仔不宜有诈 我看到突然有个好人好者 律师来过医生来过 中学校长 公务员 突然之间从来都不借钱的 财仔很漂亮的 还款纪录良好的 信用卡都不多 又来问我借钱的 他credit那么好的 我当然借爆给他 谁知道那些人就是一世人 只是做一次老千 就是做你这一剂 然后就托了你的钱就走了 所以那些骗徒 我统称叫做百分百财款骗徒 就是exactly不关百分百财款似的 但因为那帮人 基于百分百财款这一件事 就令到很多人变鬼 人变禽兽 人变老千 所以就是一个年动的现象 而财仔这几年都是很惨的 但是那种惨况 就大家少点去cover 因为始终人微年轻 你说银行体量那么大 他们有什么风吹草动 大家都会关心 普通一两家财仔 其实他有没有银行那么大影响力 又或者对社会的持份那么大的时候 大家不关心 但是如果他们的数量积存得够多的时候 都可能会成为一个影子银行的危机 那这里是值得去大家了解 还有也都值得大家去试味 现在我们到底这个信财市场有多大的风险 首先希望大家可以多些comment like share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 除此之外 我们也都有一个YouTube80元的会员计划 这个80元的会员计划 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所以订阅去问 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解答 你问我们多少条问题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会解答 那是非常之划 你问我们100条问题 我们都会解答你100条问题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payme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同一时间也都放在留言和caption那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这条片做得好的话 希望都可以打赏一下我们 也都多谢打赏了我们的朋友 那我们这个payme也都有一个点上的环节 即是只要你在payme里面 输入一些你想我们说的讯息出去 我们就会透过这个平台去说出去 所以希望大家都善用这个点唱服务 除此之外 另外我也有一个patreon的订阅产品 里面是有很多黑幕内幕和独家分析 甚至乎我现在做的奇人谈都会找不同的嘉宾做的访问 也都有不方便公开讨论的黑幕资讯 也可以在patreon上面看得到 也都有很多的电子书、杂志和精彩的内容 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绝密爆是非的patreon youtube 希望大家都可以订阅一下我的patreon 最近我最受欢迎的内容 是教别人如何透过信用卡财技 可以套现超过52万 一个52万财技是可以免息分期付款 而且也有15万是可以不需要找数的 如果大家想在一个经济这么困难 现金周转这么困难的时候去解决这个延微之急 欢迎去我的patreon那里订阅一下了解多些 还有一些税项的财技也可以教大家 我也有一个fortune insight的订阅产品 里面是有很多我独家分析上市公司股票的内幕 还有一些即市上面的操作 至于90后投资经理阿妍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投资经理 他自己也有他一套的方法去应对现在港股和美股一个很艰难的市况 他用的那一套方法就是event driven approach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市况感到迷茫 也都不知道怎样去做的话 欢迎去填一填那张google form 去联络一下阿妍 那张google form 亦都是可以在我们这一个平台那里找得到的 亦都有一条google link 大家可以在caption那里 就可以和他私下联络 就无需经过我的 我亦都相信今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枪 如果大家没办法把握到今年这个市况的话 之后就会更加难压 希望大家可以互相抵礼互相共勉